休息完之後回來就要轉換話題了 美國波羅西訪台之後 再有五位議員去訪問台灣 見蔡英文 這次雖然沒有聯合記者會出來 姿態上好像低調一些 但是解放軍東部戰區仍然繼續進行軍演 似乎台灣人有沒有留意到 對於軍演好像完全沒有反應 你有沒有看過其中一些市民大眾的訪問 原來很多台灣人都說 大哥 你說了幾十年了 我們都習慣了 所以就家裡早去 飯早吃 完全是沒有什麼感覺了 因為說了太久了 說了很多次 上次96年導彈演習就怕很多 但是你不要忘記96年到2022年之間 很多時候都有共軍的飛機 超越中界線 很多時候中華民國的空軍 呼籲他掉頭走 近這一兩年是很頻密的 破了紀錄 所以台灣人已經習慣了 即是那種警暴的氣氛 是開始他們自己調整了 那怎麼辦呢 對解放軍來說就下不了台 即是說我現在 飆了同神打上身了 下刀劈自己 我上來怕而已 怎麼你沒有反應 你明不明白 所以有時候 是不是越來越瘋 我有時候這樣想 對美國人來說也好 對台灣人來說也好 甚至乎對大陸也好 其實這一場似乎是國取所需的表演 國取所需 為什麼呢 你對美國 他擺一個強硬對中共的姿態 對接下來的11月的選舉 是有一點點幫助 尤其是民主黨現在這麼嚴重的時候 但是他又不是很想打的 你為什麼開兩條戰線 很煩的 你又面對俄羅斯 又要搞中共 所以他其實剛剛去的那個位置 就是剛剛好 就是我挑釁你 但也未至於令你反彈 在台灣人的角度 那民進黨政府 當然是這麼搞 當然有 民進黨接下來都是有類似中期選舉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院市長選舉 院市長選舉 他繼續操作被中共打壓 在各界空間的問題上 甚至乎現在別人來做訪問 你都惡形惡相 在整個島包圍來做軍演 我覺得對民進黨無恥 在我的角度 民進黨以我認識他們 他一定是操弄這個議題 好了 那你回去 對老共來說 亦都沒有差 意思是不差 不差就是為什麼 第一 他面對二十大 他開始要第三屆連任的時候 他都要滿足 無論在軍方 在民間裏面 那些小粉紅等等 的強硬姿態 而他要打一支旗 包括他要這支旗 就是作為疫情 弄得脫掉 或者是開始經濟有問題 去轉移那個視線 所以我覺得 這一場表演 就是各取所需的 就是大家都滿足大家的正義需要 因為老共 如果他要肯定贏 速戰速決 快打的話 他打開了一波 被人這樣落臉 現在他又好像正常 繼續玩一下軍演 外交部比較強硬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中共本身就是指老虎 對台問題 OK 從來都沒有準備過打 從來都沒有準備過打 也都沒有能力打 當然很多人的分析 覺得中共軍力提升了很多 這個是愚蠢 你軍力提升多少都好 你都要客觀上去看看 那個地理形勢 你怎樣打才行 美國的智庫做過兵推 沙盆推演 發覺 短期 台灣戰爭會有一場 狼狼來的 不是速戰速決斬首行動 是 如果狼狼的話 你怎樣佔領台灣 就是千幾萬人 如果是島內的反抗 等於你在烏克蘭的東部 他是俄國的親俄的民兵控制 他不是直接由俄羅斯軍隊控制 如果直接由俄羅斯 由中共的解放軍去佔領台灣 這個將會是血肉長城 當然你不要低估台灣人的反抗 第二 就是我覺得 他連兩棲登陸 他佔領台灣的能力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立體戰爭是打空軍 不是純粹是你有沒有登陸艦 還有這個登陸戰車 如果你兩棲登陸的話 大量的解放軍裝 會變成這些無人機等等 獵殺 你不要以為是這麼容易 第三 全面封鎖台灣海峽 不只是前面台灣海峽 是包括上面的宮古海峽 南部的巴士海峽 還有後面 東南西北 簡單來說就是 是啊 後面 所以這次波洛西的飛機的路線 其實就是一次軍演來的美國 就是說軍援台灣 將來究竟 我覺得中共是輸家 我不是說他 我不覺得他是贏家 他只是保住基本盤 就是說國內的小粉紅民族主義的滋旗 但是你看到胡錫進說完之後 被人摸到混蛋 你看到的其實 小粉紅就覺得太軟弱了 中共現在 因為習近平說到這麼行 問題是他送的東西太軟弱了 好了 你又兇不了台灣 自己又兇不了自己那幫 耗戰分子狂烈的小粉紅 他就兩邊夾住了 他唯有什麼呢 控制著輿論不要討論 最好笑是什麼呢 所謂封鎖全島這個笑片 哪裏有封鎖過台灣呢 如果有的 台灣已經恐慌了 如果真的要封鎖 就是說不出不入 所有東北的石油運輸渠道封鎖 沒錯 出入口都受影響 除非你是 是的 還有他現在說 什麼呢 不買台灣的魚 和不讓礦沙 海沙進去台灣 這些全部沒有影響 其實你看紐約時報的文章 很詳細分析 所謂經濟封鎖對台灣的影響 是零啊 嗯 根本人家的農產品 主要銷售市場 就不是中國大陸 嗯 如果是的 你小小動作 真是捏到台灣的東西 你不要盡口去晶片 嗯 但他不行啊 你不盡口晶片 敢不敢啊 你那些科技都可以 封殺台積電 是啊 是啊 所有用台積電的iPhone 不准在大陸銷售 哈哈 那些小粉紅 這個最有效 我覺得 小粉紅更厲害 他們都是用iPhone 一箭雙鵰 動了美國 動了台灣 所以我就說 到今天所說的 不要說是軍演 所有的制裁措施 反制措施 全部都是子老虎來的 現在美國 我覺得 波洛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拜登 扯貓了沒有 我覺得機會很大 其實就是要揭中共的底牌 你二十大之前 我就揭你的底牌 你敢不敢打 一定不敢打 不敢 不敢 好了 你射去日本經濟水域 空日本岸田民航 因為日美安保 才是cover台灣的防衛 美國是通過日美安保去cover的 所有艦艦機發射的導彈 指向解放軍戰艦那些 其實是部署在宮古島 在日本的宮古島 另外什麼呢 現在韓國人都起 起降 部署薩德之餘 和三星 和台積電 和Intel SK等等 四大晶片生產商合作 在美國進行生產 三星就說 它已經研發低過三納米的技術 說可以超越台積電 美國剛剛也說了 這些製作三納米的技術軟件 全部禁止出口中國 中國發覺現在習近平 才發覺中國的晶片產業 其實是吹到無倫 是大躍進來的 欺騙習近平 根本十六米都沒有人發量產 現在 我講的 十六米都沒有人發量產 於是就逐個逐個晶片龍頭 老君 愚民毛 全部都拘捕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用反貪的名義 高科技的名人育 那些叫做 剛才你說的那個 丁文武 武軍 全都拘捕了 因為你們之前吹 好像大躍進來 你說的那些KPI 完全是不對現的 所以現在以貪腐的名義去查他們 是 中心裏面很多 所謂進度報告 你就知道 晶片研發成功 到他們量產還有一段距離 到可以量產 最重要是看你那個量率 就是說生產出來的晶片 屬於良好晶片的比例是多少 這樣的話你的功率 和你的能源 才不會損耗得很厲害 晶片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的量率低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晶片功能就不足夠 現在目前世界上 生產晶片量率最好的是投資點 甚至領先過三星 所以你說研發成功 習近平大哥 小學水平 我告訴你研發成功 不代表可以量產的 你知不知道中國 扔了一千億 知道 一千億大哥 這個大約就是 美元 做一個audit 兩美元 沒有人去stock 究竟這個十幾年的晶片大躍進 我打算2025就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晶片就是所有 AI Deep Learning Automation 機械人 電動車 自動駕駛 全部的基礎 你沒有了這個晶片 就是說你後面 五十五個巴仙 就是超過一半以上 中國其實只有三點幾個巴仙 所謂花了成千億 其實你又不要拔苗助長 又太誇張了頭 現在找那些科技龍頭的名人 來出氣 就說他們有貪腐的問題 當然啦 你這樣拔苗助長 那些人一定是虛報軍情的 在中國大陸的官場文化裏面 或者是那些大企業裏面 當然是吹到自己很大 但是問題就是 真正 現在習近平回去 看清楚 喂 究竟行不行的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超英趕美的時候 發覺出事了 原來所有投入的錢 用你剛才的數據 就是一千億的美元 原來是扔進海 是還追不到的 還要依賴入口的 那你怎麼打呢 回到剛才你的說法就是 你解決不了在科技的問題 其實是跟軍事很有關係 跟人工智能那些有關係 那你怎麼打個場仗 輸的 你以為在經濟上開始排第二 在軍事上是可以這樣做嗎 對不起 你不夠班 簡單來說就是 華為 任正非講過的 其實他講晶片問題 他說中國為什麼落後 是因為中國的教育體制 不重視基礎科學 這個是事實 最根本的問題 台灣還有一幫人 是屬於那些 即是舊派的人 還有一些厲害的學生 是讀基礎科學 然後到美國再讀 再進修 即是3cam 即是讀攝影機 其實很多是跟物料有關的 其實晶片 它牽涉到一些化學物料 不只是光刻機 光刻技術 不簡單 那些是工藝技術 是經年累月 這樣去逐度改進的一種工藝技術 台積電是這樣發展上來 是沒有拔苗助長的 跟大約晶一嬌一樣的 種米 一塊地種到多少米 你要怎樣深奸細作 是日漬月累的改善 不可以毛澤東說 一聲令下 以良為綱 我們就可以了 然後土法煉鋼 我們要超英改美15年 於是農民把家裡的生壽鐵 拿去土糕爐那裡燒 燒完又是廢鐵 晶片怎麼可能這樣投資 我給你提出五兆人民幣 也好 十兆人民幣也好 都不可能一年之間 十年都做不到 沒錯 因為你根本不是投資 去基礎科學 你最厲害的人 又不是去那裡 你挖了台積電的高層過去 然後弄到歪了 然後破產 破產 那些錢不知去了哪裡 全部 我就說 當日我一看晶片項目立項 青海也有 拉薩也有 你就知道這個是大躍進 青海和拉薩市 何來有條件發展晶片產業 黃晶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說 你一看就知道 共產黨永遠都是打嘴炮 香港很惶惶 那些什麼 他就拿來 取悅國內的小粉紅 2025超英國 但是我說這個世界 插在什麼呢 騙人不要緊 不要騙自己 最慘握自己 你現在十幾年之後才發覺 為什麼我們用了這個國家大基金 這個集成電腦大基金 用了這麼多錢 兩兆人民幣 為什麼 我們還在落後 我們還在量產28納米 大哥 人家快要3納米 那你想一下 但是細良 我覺得 客觀效果是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就是令到美國警覺 正如你今天發了一篇新聞給我 就是美國限EDA出口 就令到中國有可能 有一半成為垃圾 設計關於IC設計企業 你現在是給了一個警覺美國 你想爬我的頭 那我限制 例如好像EDA這些軟體的出口 第一 知識產權問題 不讓你偷東西 第二 也不讓你有發展的機會 好了 此其一 剛才你也提過 拜登就推出了一個 所謂晶片的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就是補助 叫那些美國公司 回來設廠 我寧願給補助 十年內就不可以去中國 其中一個條件 原來有這麼說 不可以生產16納米以下 台積健也受影響 台積健在南京間廠 是生產16納米以下 所以其實你的客觀效果 你玩戰狼外交 接著現在又玩軍演 大家都知道 現在軍事的 是主要靠科技的 你現在警覺到美國人 就包括限制EDA出口 包括他自己做的chips act 即是所謂晶片法案 開始來當你是競爭對手 好像前蘇聯這樣對付 你真是虧搶的 像你所說 打打下嘴炮 原來我不是見的 怎麼知道原來出事 那就拖後了你自己 國內的發展 以及你的所謂統一大業 當然我同意你的說法 他也是打一下嘴炮 你有他去打一下 都是滿足一下自己的小粉紅 不過有時候你講大了 就開始很難做期望管理 阿土 我們經常說黎明金句 要贏人才贏自己 大陸佬結果就是要欺騙人才欺騙自己 這個就是騙子第一章裏面不能夠犯的錯誤 就是你欺騙人不可以欺騙自己 你晶片業自己有底細知道自己去哪 才跟美國佬開拖 是啊 但是你連想欺騙到自己的晶片業 你欺騙自己 第二 如果晶片是這樣 軍事技術呢我想問 軍事技術裏面有多少是造假的 你說東風幾多號 東風幾多號 蘇海二十一點點點 是不是 南載這個遼寧號怎樣 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升降 我打死都不相信 你試試晚上在遼寧號降落 你不撞下去 是不是 你說現在福建號可以彈射 靜電彈射 你試試彈一下 看看彈了多少架下海 現在說打仗 不是演習 演習可以造假的 剪輯的可以 日本人最喜歡把解放軍演習的片 指出他造假在哪 起飛和降落 飛機是不同的 原來是 他剪同一段片 告訴你 在遼寧號全天候升降 我最擔心你玩真的更麻煩 這次你一開波的時候 就在六個地點做軍演 我假設這次他沒有造假 不讓日本人少在日本造假 如果你真做的話 你就是將你 所有的軍事情報 暴露於美軍和日軍之下 或者情報機關之下 如果你是堅打台灣 你就堅打 不要這樣周圍圍著 倒在那裏做軍演 你做一次練習 其實就是要暴露自己的弱點 所以大家 為何台灣人也好 由上到下 再包括美國也好 就讓你做一場戲 你要滿足自己的小粉紅 你要滿足國內 最後 你有沒有留意那份白皮書 就是最近出來的 我覺得他是想回應他 就是想回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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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所謂的佩洛西訪台 跟著這個 中台在軍事上演習等等的事情 他最後想回應他 就是重新多一次自己的立場 就是正如你所說 講完就當做了 這樣 那就出多一份白皮書 最後總結一次發言 就說 這個是我們的神聖領土 台灣 從來都是我們的一部分 我們想和平統一 不過我不會排除使用武力 就是這樣 是差不多 制裁和非凡 制裁和非凡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也是一樣 我覺得 美國是放棄了 strategic ambiguity 將戰略模糊政策改變了 我覺得美國 對 現在是Clarity 現在是戰略清晰 第二 將台灣問題納入 入美安保條約Cover 由日本人出手 所以他為什麼射導彈 習近平親自決定射去日本 就是他 我覺得他是不射 有些人的講法 不是不是 射不通 證明他的動彈不行 打放軍是兩個方案 一個方案是不去日本的專屬經濟區 一個方案是去 是 習近平決定是去的 是嗎 第二個衝突將會在黃海發生 我以為他射到導彈不行 中韓衝突 尹錫穴是股額個案田文雄 表面上 比面中共 但實際上是相當親美 是 如果三星on board的話 李在庸放回來了 這個三星的繼承人 突射了 尹錫穴將它突射 因為拜登親自見完之後 見完三星之後 三星大舉投資美國 三星的技術和台積電 就是大家叮噹碼頭 都是晶片裡面的龍頭 好了 現在三星on board 日本仔on board 台灣on board 加上美國intel 中國晶片業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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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2025超越美國都同時玩完了 還有晶片 所以我就說他很笨 你警醒了美國 是需要戰略不可以再模糊 是要清晰的 即是說 如果你一動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會脅防 你想想佩洛西這次去 其實他都很給面子 即是怕你發瘋 即是射錯 或者你真的有些小粉紅 即是鼓勵你 即是那個機師走去射 這樣 人家已經很給面子 但是最慘就是 你露了底 不過國內就沒什麼所謂 正如你說 喂 尹錫穴 他給面子 所以他就不親自去見佩洛西 但是在背後 其實他在做事 因為為什麼呢 南韓一定要靠美國 美軍住在南韓 說完了 美軍住在南韓 說完了 沒錯 再加朝鮮 阿甘 阿甘 甘仔 整天在發瘋 他不靠美國人怎麼搞 一定是跟對的 如果台灣有事 就等於日本有事 即是等於韓國有事 美國人就很聰明 派兩條人 先搞搞 我後到 我沒有南韓後到 所以你怎麼打 不要緊的 很快 阿土 很快中韓會在黃海對視 你想也不用想 你想想 渤海就是他自己的中國範圍 渤海就是黃海 黃海就是中韓 黃海牽涉到封鎖台灣 日本海峽 還有這個再向東海 下面就是東海 黃海東海 隔五戰爭在黃海打 是 大哥這個是冰家必爭之地 整個黃海經濟區就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 出口的基地 包括上海 上面連文港 一路上山東 青島 即是說 如果只要放幾隻戰艦在黃海 他都會玩 你想想 我就說你騙人 我就算我是民族主義者 我是真粉紅 我也質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 現在是 你現在很簡單 你套了這個角色 你套了這個角色 所以我說他輸家就是這樣的中共 他視到威 空不了台灣 結果什麼 空到韓國和日本 日本會加快 憲法第九條的修訂 自衛隊可以派出去海外作戰 這個必定通過 你問我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看完解放軍 射了一個導彈來我們的 日本專屬經濟區 OK 大哥 我想 起碼七八成民意是支持修憲的 這個安倍晉三的維園 是由大陸的小粉紅促成的 其實你想想日本人的立場 不要說這次你特意 用你的說法 特意射去經濟專屬區那裡 然後你就口說 我從來都不承認 你的經濟專屬區 你真的說得大 好了 第二就是 因為為什麼呢 對日本的地緣政治的利益來說 如果沒有了台灣的話 他就直接面對中共 所以安倍晉三所謂的維園 就是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基本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立了台灣的話 真的你統一到的話 那日本人就直接面向 現在還有借一個台灣 來頂一頂 再加上你有入美安保條約 也有韓國人在支援 所以其實 如果我是習近平的角度 就是維持現狀算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別人都是去訪問一下 要不要搞到這麼大陣仗 你不說 其實全世界不是太多人會佩洛西 你說完之後 佩洛西在Google的搜尋 是排名一二的大哥 是我們當然會 但不是太多人知道這件事 但對台灣人來說 那就打氣 對台灣人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台灣問題 突然間在國際社會 連台灣 國際化了 國際化了 台灣文化代辦處 所謂台灣大使 上去法國 大哥操流利的法文 連法國的官台主持人 都覺得 為什麼法文這麼好 說話有節有理 跟那個盧沙爺說要再教育台灣人 在統一之後 是完全 在西方社會 大家這次是看到的 第一次很顯示範 看到台灣的存在 第二是什麼呢 你知道西方是一個多元政治 不是一黨專政 對 就算你馬克龍親共也好 法國的反對派是會去台灣訪問的 德國的反對派 歐洲議會 綠黨等等這些 排隊我告訴你 對了 他不明白一件事 現在就是國際反共的潮鬧 你站在俄羅斯那邊 是啊 整個大勢根本不在你那裡 正路的選擇 波羅西訪台 聲音都不聲 這些東西 跳陽小手 美國中期選舉的把戲 是啊 我們決不會中招 說完 是啊 說完 但是我就說 人家腳底按摩 一按你的月位 你就跳起來 於是人家跟著排隊來的 那些是愛沙尼 拉脫尼亞 脫離這個中國的這個 中國和東歐的經濟合作組織 現在立陶宛已經走了 跟著走了兩個國家 接著捷克的歐洲部長出來說 中國不可靠的 我們不可以完全和中共建立關係 應該發展和台灣關係 其實現實世界很簡單 大家就開始發現 未來22世紀的石油 台灣穩陷量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是晶片 嗯 22世紀的石油就是晶片 等於 以前70年代的石油 等於 19世紀 20世紀的石油 沒錯 我和台灣都假裝朋友 我都叫你 喂 台積電過來 嗯